干温 还有掌声 不知道是叫醒你们还是叫醒我 好 我们继续喔好不好 继续喔 琴彩姐喔 很累喔 屁股会痛 腰会痛 然后眼睛会酸 然后头又晕晕的听不懂 我经历过 我经历过 我可以体谅 来 我们刚讲到了 1945年4月1号 发生什么 颁布了 明治宪法对不对 好 1941年的美日太平洋战争 也就是1941年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欸 有没有觉得奇怪 时间点 就是重复了 45年颁布明治宪法 41年就在打仗了 表示什么 还没有颁布明治宪法的时候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如果你们是当时的人民 你们会干嘛 打仗要干嘛 打仗要当兵 然后还要干嘛 逃命 要不要逃命 保密 保密 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喔 怕那个炸弹啊 会打到你啊 飞弹会打到你啊 然后颁布明治宪法 你会颁布什么宪法吗 不会喔 有没有觉得历史 就是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薄弱的地方 就在这里 为什么台湾人没有那个很深刻的记忆说 喔 我们曾经成为日本天皇的臣民 包括到现在还是 那个就是因为 41年的时候 已经就在打仗了 断乱的时候啊 然后45年的时候颁布明治宪法 因此呢 大家的历史记忆薄弱 但是 还有什么 再加上 1945年的9月2号 日本五条件投降 当时的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颁布 一般命令第一号 麦克亚瑟将军喔 那这代表什么 1945年4月1号颁布明治宪法 1945年9月2号五条件投降 请问经过几个月 五个月而已喔 然后呢 然后喔 台湾跟日本呢 仍然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今天啦 你结婚 你去护证事务所喔 花了三分钟 然后进去出来之后 你的身份证旁边就多了一个人 有没有 然后你隔天就说 我没有他做我的公子 我没有他做我的母子 要不要签离婚协议书 要喔 台湾跟澎湖呢 日本战败五条件投降的时候 请问他有没有签离婚协议书 他有没有签合约说 将日本跟澎湖 台湾跟澎湖割让出去 没有啊 因此呢 即使只有经过短短五个月 他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就是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样来解吗 喔 当时呢 麦克阿瑟将军喔 他打算把日本四分五裂 如马分析 有没有很抽惨 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因此美国是日本的主要战胜国 他为主要的战胜国 他有权来分配日本的领土 因此他怕日本的帝国主义再次崛起 他打算就把日本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 俄罗斯战管 韩国獨岛 日本本岛 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 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交给 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这就是将日本的领土在战后五马分尸 因此呢 蒋介石集团呢 被委派代理占领台湾 就是在这个时间 来到台湾之后发生什么事情 1945年10月25交战国占领日蒋介石集团来台 我们刚刚有讲到 台湾经过日治时期的蛻变之后 台湾也没有很进步 很先进 中国跟我们是不是有100年以上的文化落差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之前呢 台湾甚至怎样 两个月没有政府喔 一个国家没有政府的情形下 没有警察的情形下 请问会发生什么 暴动动乱 要不要趁这个时候趁火打劫 抢劫全联 抢劫星巴克 抢劫要不要 可是大家知道吗 台湾啊 在这两个月没有政府的期间 刚有看到学生是不是跪着在干嘛 培养武士道精神 有没有 上课培养武士道精神 导致这两个月台湾 没有政府的期间 台湾人完全没有发生暴动 没有发生动乱 台湾呢 怎么样 自己成立自卫队 自我管理 有没有很有文化的素养 这不是随随便便的国家都可以做到的喔 这个一定要有很高的共同的文化的认知 跟很高的公民素养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喔 是不是 大家知道蒋介石集团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吗 当时呢 原本在台湾的人民 以为啊 我们这样讲 为什么我们要欢迎 他们要欢迎祖国 为什么 现在各位喔 我请问 你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做 战胜国 第二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做 战败国 好 请投票 要做战胜国的请举手 没有 要做战败国的请举手 也没有 那我们要打和平仗就对了 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做战胜国 是不是 如果你有得选择 你会想选做战败吗 不会嘛 正常来讲不会 所以 当时的台湾人民也是这样 他以为 喔 我选择 蔣介石集团 我选择中国 因为 他是 中华民国 因为他是战胜国 所以因此我就可以 蜕变成为战胜国了 很多人喔 普遍的人 就这么以为 因此呢 他们说 我们要回归祖国的怀抱 请问 大清帝国 有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没有 因此我们从来不属于过中国 中国从来也就不是我们的祖国 这样了解吗 只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他们以为 我们可以选择做战胜国 因此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 后悔了喔 叫战国占领日 蔣介石集团来台 哇 台湾啊 台湾的人啊 真有钱 知道吗 台湾人当时多有钱 地广 人稀 物产丰饶 一年山收 市块宝岛 经过日治时期 五十年的建设 欸 那台湾喔 那个光芒四色 不是眼睛都睁不开了 遍地黄金 来到台湾喔 嚇到 喔 台湾这么好的 他们穿什么 操黑 破米窑 然后呢 来到台湾 知道文化热差有多大吗 他们当时啊 这些 蔣介石集团的难民士兵 跑去 杂货店 跟老板娘喔 买一个水龙头 老板娘 这水龙头喔 买回去喔 我要用自来水 回去喔 从墙壁有沒有 挖了一个洞 自来水 那个水龙头 插进去 准 欸 怎么没水 然后想说 再挖深一点有沒有 再挖深一点 再插深一点 再准 怎么没水 拿出来 去骂那個 杂货店老板娘 欸 你买我的水龙头 是壞去的 我回去倒就没水 你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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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文化落差吗 他们连自来水 是怎么来的 都不知道 我们 台湾当时 已经经过日治时期的 50年的建设 甚至水库都做到 世界第三大 这样的文化 我们被这样落后的 蔣介石集团统治 会发生什么 1946年1月12号 将台湾人民 集体强迫 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一夜之间 用一道行政命令 将所有的人 强迫从日本天皇的臣民 变成他的国民 也就是你们现在手上拿的那一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他没有经过问你的意愿 也没有经过自愿合法 强迫你 变成他的人 结果发生了什么 1947年的2月28号 发生什么 台湾人民黑暗的历史 228事件 我在讲到这一个 228事件的时候 我现在都会难过 可是呢 我一开始我是不是有讲 我是政治能感的 以前在读228历史事件 年轻人应该跟我一样 他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是不是 有感觉吗 你有感觉 你不要假 一般来讲 你跟我一样 无感 就二二八啊 然后就屠杀啊 然后谁杀谁 还不是很清楚 现在啊 我讲到我会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 台湾当时在日治时期培养了 2万到3万的政治精英 有老师医生律师博士硕士 艺术家 文学家 这么多的政治精英 全部在228事件当中被屠杀 刚刚我们看到的 陈陈波有没有 那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他就在火车站前面 双手合掌 铁丝从手掌中间穿过去 跪在地上 啪 就地枪掘 有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然后让他扑施 在广场前面 我前几期 上到有一期 沉沉坡 的 亲戚 来上课 他就跟我说 当时 他的小孩 陈陈波的儿子跟女儿 在广场 围着 然后看他爸爸被枪决之后 他们想要借那个担架 把他爸爸的尸体抬回去 没有人敢借 没有人敢借 他爸爸就在 车站的前面 曝失了好几天 最后他儿子去 踢黑 门板 然后才把他爸爸的尸体 这样子扛回去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这都是我们 台湾人 当时他如何 屠杀我们的人民 把你们这些人 全部屠杀 政治精英 屠杀官之后 没有人知道 台湾的历史地位 这些人 2万到3万的精英 他足以可以组成一个 坚强的政府 坚强的内阁 坚强的议会 全部把你们 撒光光之后 再进入什么 世界上 历史最强的 白色恐怖戒严时期 大家都知道 多久 38年又 56天 有久吗 这么长的时间 足以将在场 所有的人 全部都洗脑成功 如果你晚上 敢再讲 你暗时就不去 那你再告诉我 所以台湾人有一个历史 很黑暗的记忆 政治是黑暗的 有没有 有一句俗语叫什么 有虚无嘴 有吗 对 就是这句話 就是在那个时期 有没有 我们 不是 要让大家 有任何仇恨的心态 但是 我们绝对要了解 我们自己身为本土台湾人 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这个228事件 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然后1949年的6月15号 4万块换一块 当时讲到这个议题 我弟弟 他很聪明 高材生 台大毕业 我就跟他讲 台湾民政府这个 然后跟他讲到 4万块换一块 他就跟我讲 他那时候 就跟我说 竞雄啊 如果你们 整个物价飞涨的话 照理来讲 你一定得实施这个政策 才能够平抑物价啊 物价通膨嘛 他当时讲这个 我也没办法 没办法反驳他 因为这是事实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原因 原因是什么 当时 中华民国 国民党 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 共产党 当时在中国 国共内战 自家兄弟在中国 正在打仗 打仗 需要钱 需要钱 需要物资 需要物资 刚好都外后 一个金块 送到中华民国的手中 是谁 台湾 刚好他被指派来 台湾代理占领 他们国共内战 他就将台湾所有的物资 全部搜刮一空 三七五减租 大地主变小地主 公然抢夺 本土台湾人的人民财产 全部搜刮一空 之后支柱 运去大陆 中国大陆支柱 他们的国共内战 请问 这样会不会物价通膨 肯定物价通膨 他在用他那个没有用的 新台币来四万块换一块 将所有台湾本土台湾人 人民的血汗钱 全部搜刮一空 恶性的通货膨胀 原本台湾人 在日治时期 治安很好 吃得饱 穿得暖 人民的生活 过得很好 从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之后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抗战 228事件 人民受不了 太夸张了 政治方面 这边曾以行政司法立法 艰染军事大权 严重的官僚作风贪污问题 与当时日治时期的 严民纪律 跟行政下律形成强烈的对比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过去的黑暗的历史 一段历史悲剧 你们这样还会觉得 中华民国 对我们很好吗 管理的很好吗 他只是用所有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 将你们所有的人洗脑成功 变得鸦雀无神 终于 连美国都没有想到 1949年10月1号 中华民国于国共内战战败 我终于知道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流亡政府 当一个政府 被赶出他的首都 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他被赶出他的领土 他的政府被赶出他的领土的时候 在这一刻 他在国际间就成为 流亡政府 因此中华民国流亡在 台北 大家了解吗 他一直以来就是流亡政府 除非他回到他的领土 也就是他回到中国 他才能够恢复他政府 所以 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一句 反攻 大陆 他是不是要反攻大陆 因为他要回去 他在国际间才会是合法的 有没有突然觉得很可怕 我们好像被利用了 他要反攻大陆跟本土台湾人有什么关系 还把你们全部屠杀 然后洗腦 然后再叫你帮他打仗 有缺吗 有缺吗 所以美国他想 他也没想到 中华民国变成流亡政府了 本来想说叫你代理管理台湾 当时他会选择中华民国 他很简单的原因 只是因为什么 他以为华人或许会善待华人 语言比较能通嘛 可能他也没有想很多 结果没想到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这样子的欺负台湾人 完全都是不合法的 违法的 然后他还变成流亡政府 美国呢 他有想过把中华民国赶出台湾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 那他得去哪里 然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这样运气很好的 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 当时呢 美国因为要反共 韩战爆发 他必须反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 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基地 他绝对不能交给中国 因此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他看着台湾 当时跟中国立场对立的是谁 中华民国 因此中华民国 虽然变成流亡政府 他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收留他 没有国家愿意收留他 台湾当时又无主 因为日本战败 他也没有时间来管台湾 因此就这样 美国因为反共牺牲了谁 台湾 这样我们告他是不是刚刚好 对 因此呢 但是呢 美国他知道 不能属于中国 台湾不能属于中国 但是也不是属于中华民国 因此在1952年的4月28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这个条约就是我朋友有问我的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不是有声明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 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利了 为什么你们台湾民政府还说是日俗美战呢 原因是什么 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有没有放弃 刚有讲 下官条约之后 有没有一个条约有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 没有 那 投降的时候呢 日本放弃的是什么呢 我比喻 对 这一个领土呢 的地主啦 这个教室的地主 他跟我说 这个地 他不管 不管事 然后这个领土 他就让我用 他就让我用 我就拿到上口 我上上上了 几年了嘛 这个地就是我下了 对吧 不对吗 都我在用了 他不想管啊 可以变成我的吗 我有土地权壮吗 没有 没有签对不对 所以日本呢 当时日本天皇有没有签合约将台湾澎湖给让出去 没有 就金山和平条约里面放弃的是什么 管辖权 领土主权也就是我们的土地权壮 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因此我们是日暑 这样了解吗 美战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是主要战胜国 因此它是我们台湾澎湖的主要战胜国 可是有人会说三个公报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三个公报都讲说 台湾跟澎湖应该要还给中国啊 为什么没有 什么叫做单方面的认知 凯罗宣言布斯坦公告日本详书 意思是说什么 他就是说 吵架的时候呢 有没有三个小孩子在吵架 打架 这个女生说 球是他的 然后这个男生说 球要还给这个女生 然后这弟弟有没有很镇定 他说发票在我的口袋里面 所以是谁买的 那个弟弟买的对不对 球是谁的 弟弟的 土地权壮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因此 台湾跟澎湖的领土 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 在打仗的时候呢 中国 美国说 好 你应该要将台湾跟澎湖 归还给中国 请问有没有打合约 没有 完结的时候都可以说嘛 对吧 没打合约 敢有尊胜 没尊胜 大家了解吗 单方面的认知 单方面的宣言 只要没有双方认可 那有可能尊胜 因此 这个是一个跳蚤的故事 我之前呢 都认为啊 我们的台湾人 很像跳蚤 为什么像跳蚤 大家知道全世界跳的最高的动物是谁 就是跳蚤 很厉害喔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喔 我们今天用跳蚤把它放在桌上 你用一个盖子把跳蚤盖起来 你拍桌子它就会跳 那跳蚤是不是跳很高喔 它就撞到拼了你知道吗 它就撞到头 它就会痛 你在拍它又会跳对不对 可是拍几次之后 一直撞到上面的墙壁 请问它会怎么做 对 它就降低它的高度 那有跳喔 你在拍它为了不撞到上面的玻璃 它就跳低一点 然后你就把这个盖子拿掉 你又换矮一点的盖子 你再拍它又撞到 然后 几次之后 它就一直蹲低一直蹲低 你就把盖子越换越矮 越换越矮 换到接近桌面的时候 你再拍 跳不跳 不跳 不跳 不跳然后呢 用爬的 它就用爬的咯 好 你把盖子这个时候拿开 没有盖子了 你在拍 请问跳蚤跳还是不跳 不跳了齁 那跳蚤就变成什么 爬蚤 从此它就不叫跳蚤了齁 它就变成了爬蚤 这叫什么自我设限 台湾人啊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原本台湾人 你知道我们的生活 可以过得多好吗 很多人都不相信 台湾人的生活 可以过得很好 比现在还好 常常我跟我朋友在讲 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 也不错啊 可是你知道吗 台湾有国际地位吗 没有 台湾也没有 也没有真正的领土主权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 然后也没有国际地位 出国的时候 你拿中华民国联王政府的护照 会被歧视 会被欺负 也不能加入联合国 贸易呢 也不开通 这样你觉得生活不错 然后大家知道 南海的石油 为什么不能开采 美国不能采 日本不能采 中国不能采 诶 为什么都不能采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 没有正常化 如果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之后 以后我们也跟阿拉伯一样 绑一个那个白色的帽子 在那里飘啊 诶 变铲油果 你能想象吗 大家 要知道 本土台湾人的生活 绝对可以过得比现在 还要好上好几百倍 没有贪官污吏 你可以想象吗 要懂得想象 不要自我设限 将你的梦想 放远一点 你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世界 好不好 试试看喔 因此呢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2006年10月24日 有看到我们的林志生 秘书长 有恩党啦 他率领228名228事件的受难家属 去提告美国政府 告赢告输告输 告赢还告输 告赢了 坚持为台湾人走出一条路 我们的秘书长 他是怎么发现 他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 跌那个 跌到 跌起来跟人一样高的 那个原文书喔 里面就是万国公法 跟国际战争法 里面一个英文字 多一个S 扫一个S 他就在计划 大家了解吗 因为这样呢 才能找到 台湾真正的 历史地位 国际地位 因此在 2008年3月18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这有什么意义 有很可怕的意义 今天啊 嫁给了一个非雍 请问我生的小孩 是谁 是非雍 还是台湾人 是非雍 是非雍 我生的小孩就是 小非雍 对 是非雍没有做喔 這樣可怕吗 可怕喔 如果你们娶 一个越南人 你们生的小孩是 是 越南喔 你生的小孩就是 小越南人喔 為什麼 因为 本土台湾人 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喔 這樣有恐怖喔 跟你还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如果呢 你们跟你的朋友讲 他跟你讲 啊 那喔 跟我没关系啦 我没想要插 你就跟他说 你如果是娶一个 外男的好不好 你生的小孩不是台湾人喔 這樣有恐怖嗎 有恐怖喔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 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本土台湾人 生活在政治炼獄中 台灣人啊 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們沒有國際認可嘛 這就不用多解釋 生活在政治炼獄 什麼叫政治炼獄 大家有沒有看過 你們那一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的 背後的 右上方 有一個透明的 小小的 突出來的 看不清楚的 條碼 號碼 那個代表什麼 來辨別啊 你是他的人 還是你是本土台灣人 然後呢 然後做什麼 有計畫性的 將本土台灣人 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知道馬英九 有跟我們秘書長是同學嗎 不知道齁 知不知道馬英九讀書很差勁 知道齁 很多人知道齁 他排除真的 很壞 那個秘書長都知道 結果他還能考上哈佛 有神奇嗎 還可以領獎學金 有神奇嗎 獎學金是誰的錢 台灣人的納稅錢 台灣人的納稅錢呢 供養當初蔣介石集團 來台的難民 也就算了 還什麼 讓他們考試作弊加分 他有辦法辨別你是他的人啊 還是你是台灣人啊 然後讓那些不行 那些高官才子加分 然後就一直往上賭 所以 有沒有很多人覺得 好像本土台灣人知識差 是本土台灣人知識差 還是我們有計劃的 被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被設計了齁 有可惡嗎 很可惡齁 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知識本土台灣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首次下美日太平洋戰爭征服者的美國 提出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最近商合併條約 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結果2009年8月6號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我投降了啦 你們說的都是真的 我放棄 告贏了喔 告贏之後趕快把政權還給我們啊 結果呢 2009年10月5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布 擱置本案代審 他承認 全部承認 甚至要求依法正確行事 依照舊金商合併條約行事 可是 各自本案 為什麼 為什麼 趕快還給我們啊 美國說 好啦 你說的都對 可是請問喔 我把中華民國趕走之後 你們誰要來接掌政權 你們有政府嗎 你們有人嗎 有公務員嗎 美國說 我很公平 協助你們成立 屬於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也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你們呢 必須培養多少人 他說我公平起見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是600萬人民 他們帶了1000名公務員 現在台灣是2400萬人民 因此1比6等比之後是 4比24 沒有自己拼了 所以你要訓練4千名公務人員來接掌政權 這就是各位為什麼坐在這裡上課的原因 其實呢我們已經達到了 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人才 然後真心為台灣付出跟為台灣做事的人 因此呢 購置本案代審 大家知道我們在今年的2月28 我們有提出第二次的訴訟嘛 我們告訴美國說 我們基本已經達到了 你趕快將政權還給我們 所以現在的局勢速度腳步是非常之快的 2011年的1月25 已經完成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核發了這一張本土台灣人的身份證 這裡有一個USMG 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授權所核發的 這張身份證在去年的1月1號 已經全球194個國家通行 進美國白宮都可以使用 可以去看看喔 然後呢旅行證件呢也差不多要下來了 因此沒有辦身份證的趕快辦 因為他這個呢才能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喔 我們現在有沒有發現很多的廣告 還有很多的資訊 這個代表什麼 媒體他是很聰明的 以前如果你要刊登 他不會讓你看的啦 他不會理你的 可是現在喔 太多耶 腳底下來了 欸 你要不要看我們蘋果日報 你要不要看我們自由時報 是這樣喔 情況大不相同 媒體人是不是最敏感的 媒體人是最敏感的 他們都看得懂什麼 社會局勢的轉變喔 這個千人見走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我們台中州啊 這是我們當時我們在州辦前面整隊的狀況 這裡有一個 訪問一個青年級的楊小姐 這是我啦 那重點是什麼 記者在訪問我的時候呢 跟他聊天喔 記者就跟我講 其實喔 媒體有多黑暗 他來訪問你啊 你以為他會真實的報導你嗎 很多的新聞他們原本喔 在裡面喔 主編上頭都已經寫好了 什麼新聞他打算怎麼寫 叫你出去只是叫你去拍鏡頭 去拍鏡頭你講的話對他來講齁 有用就有用沒有用齁 完全就不播報 他只需要一些照片鏡頭而已 原本要怎麼寫你們齁 都講好了 這樣有看過嗎 看過嗎 可是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是正面的 有沒有看到他是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代表什麼 媒體在轉變 他知道社會局勢的不同 因此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認真欺騙台灣人70年喔 七十年有久嗎 很久了耶 差不多了啦 不要再讓他欺壓下去 封鎖控制台灣的媒體 有沒有控制 大家知道北韓嗎 我們在看北韓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現在這個文明的社會 開明的社會 北韓的人呢還可以生活在那樣子 被封閉的狀態之下 我有感覺很恐怖對不對 可是呢 別人看台灣呢 也是喔 大家知道齁 在台灣的網路 你查台灣228的歷史紀錄片齁 你查不到喔 可是你知道去到國外的網站 查得到 喔 有沒有被封鎖 有 這就是封鎖齁 以為我們以為我們很文明喔 如果你今天出國 除了玩之外 你還會去圖書館還是博物館去查台灣228歷史紀錄片嗎 不會齁 可是 沒有人去關心這個議題 台灣原來查不到 國外查得到 這樣你就知道 國外的國際間 用什麼角度在看台灣人 所以要不要走出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 就是被蒙騙齁 捏造台灣的歷史真相喔 包括現在課綱微調 越來越過分了 一整年都叫你讀中國的歷史 康熙乾隆 大家都很熟悉啊 跟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喔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肇事選舉 你用什麼 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然後去投他的議員 市長選他的總統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你們想要做中華民國的人嗎 很可怕喔 他已經是一個流亡政府了喔 中華民國流亡 體制內的政黨有誰 有誰 國民黨 民進黨 台聯黨 親民黨 民國黨 是不是所有的政黨幾乎都在 中華民國的體制下 民進黨 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他在誰的體制下 中華民國 沒有辦法跳脫喔 中華民國有看過這個新聞嗎 所以我才說我政治能感還蠻嚴重的 人家喔都有新書發表會 蔡英文都說喔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還出了一本書 結果啊 我那個時候才第一次聽到流亡政府 感覺我這樣有行嗎 我有行啦齁 可是不止我啦齁 很多的人都跟我一樣喔 所以 欸 所以呢 美國齁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蔡英文也知道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還出書 新聞也爆 然後我們還看不懂 那代表什麼 原來這裡我掃了一張照片不見了 反正就是一個新聞啊 也是講說 所有的綠營的綠尾齁 都普遍的認知什麼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還這樣子繼續的讓他存在著 這才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啊 台灣快被賣掉了 大家有感覺嗎 有沒有尷尬 本來啦 新聞怎麼報齁 什麼健保什麼 你可能 可能感覺都還好 結果親身發生在我姊姊身上 這就是實在的例子喔 我姊姊的公司喔 是賣這個投影部幕的 有一天我姊姊就跟我講說 我們公司快倒了 要被中華民國搞倒了 我說證據是什麼 我有證據 我姊就拿一張單子出來 她就說 你看 我們公司賣這個投影部幕 這種投影部幕他們都跟誰配合 公家機關配合 學校啊 還是一些公家機關的一些行號 他們呢 可能 每一年政府有補助一些經費 讓他們替換這些器具 結果 可能剛開始有一萬多 然後過了 幾個月之後 塞七千多 再塞 六千多 再塞四千多 四千多喔 請問這公司會了錢嗎 絕對了錢 沒辦法買啊 那這個學校的這個器材壞掉了 他還是得買啊 請問跟誰買 拋保王 可以跟誰買 他是不是可以跟中國買 去買便宜的 結果 公家機關的補助費是誰的錢 是不是人民的納稅錢 結果沒有跟台灣中小企業買 讓他們倒閉 然後把錢跟誰買 中國買 有沒有感覺 大到很大的 政策 小到這麼小的政策 影響什麼 上上下下 結果導致什麼 台灣人民都在喊苦啊 沒錢過生活啊 沒錢啊 台灣人民生活怎麼過得這麼的苦 結果是誰造成的 政策造成的 這跟當時的228事件有什麼不一樣 變相的在搜刮人民的財產不是嗎 變相搜刮你們的財產之後運出去啊 錢給人家賺 結果台灣的中小企業倒光光 有沒有看過海綿道路 有沒有覺得這道路很神奇 這些氣球插在這個道路的小孔上 結果它還會飛起來 表示裡面有什麼 空氣 欸 道路怎麼會有空氣 表示道路在呼吸對不對 道路為什麼會呼吸呢 來 看它的結構喔 會呼吸的海綿道路 它呢 這個道路的表面 它有一個一個一個小孔 然後呢 它是不是有經過一層一層 有點像賣飯時過濾水這樣 它最下面這個底層呢 還有除水槽 雨水呢流進這個小孔下面 經過過濾之後 到除水槽之後就變成乾淨的水 然後呢 空氣呢 從小孔進去之後 透過這個過濾層 再呼出來的空氣是 新鮮的空氣 有沒有覺得它很厲害 這道路強不強 強 台灣有沒有年年缺水 台灣是一個寶島 一年三收物產豐饒的國家 為什麼會缺水 台灣的水庫啊 的淤積啊 一百年以上都挖不完 誰的問題啊 建設的問題是不是 政府的問題 結果缺水是誰在痛苦 人民在痛苦 那我們可以如果可以 運用這個海綿道路來解決 不但可以淨化空氣 還可以解決缺水危機 是不是很不錯 新聞也有報 生態工法鋪的海綿道路 儲水量可達70萬噸 這種工法做出的海綿道路 除了通行儲水降溫防災 現在它的費用呢 比一般的傳統的 柏油道路還要便宜 但是呢 台灣並沒有普遍的使用 這樣優點的工法 台灣為什麼不普遍 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 在徵求它的專利 誰的專利 大家知道這海綿道路 是誰發明的嗎 台灣人耶 本土台灣人發明的喔 有夠不 然後 結果台灣竟然沒有普遍使用 全球三十幾個國家都在買 它的專利 原因是什麼 採購法 台灣有沒有官商勾結 大家都知道 官商勾結 今天呢 採購法不是說它不好 但是呢 它呢就是糾結點在什麼 今天我要選市場 我要選市場喔 我就說了喔 欸 你這個財團 你給我集齊 你支持我 等我當選之後 我就把這個道路 一年的維修工程 我都包給你 那你呢 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去那個馬路圍起來 在那裡抖抖抖抖抖抖 這樣你就有錢了 我們馬路有沒有常常在那裡 抖抖抖抖抖抖抖 不知道在抖什麼 有沒有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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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請錢 海綿道路鋪下去 剛開始鋪下去 第一次的費用稍微比較高一點 但是以後幾乎 不需要維修 哪一個好 海綿道路好 可是他沒有錢的時候 他就沒有理由去那裡抖抖抖了 怎麼辦 是不是就不要讓他通過了 對不對 請問各位 你們以後 選擇了議員的職位 你們做了議員之後 我是財團我來幫你們抖抖 等一下喔那個海綿道路 不要讓他通過欸 不要讓他通過喔 我威脅加力喔不可以讓他通過喔 好請問你要投贊成票 還是反對票 要不要讓他通過 確定嗎 一定要讓他通過嗎 台灣民政府以後 貪污唯一 死刑 我們台灣民政府 即將要執政 要做的就是要跟現在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不一樣 不貪污 給你們這些政府官員很好的福利 不可以貪污 可以做到嗎 為台灣人民著想好不好 所以 有感受喔 這就是你還敢相信你看到的眼前 就是真相嗎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他要離開台灣 有沒有看過這一朵梅花啊 上面有沒有寫台灣 沒有喔 Chinese Taipei 可是他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我們都看不懂 裁軍行政院廢子案 平潭島建設國共和解 你隨便上網去打 裁軍 為什麼要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要不要國防 要齁 可是他為什麼要裁軍 他講的理由啊 都是給你騙的 美國跟他講你要離開了 但是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今天流亡政府呢 他如果擁有自衛隊12萬人以上 他在國際間就稱為恐怖組織 因此他要裁軍 大家了解嗎 因為他要走啊 所以說他必須把國軍裁到12萬人以下 他才不會違法 這就是真相 你上去打 行政院廢子案 隨便打齁 他就是一堆 不是一條兩條 一個正常的國家 為什麼要廢子這麼多的廢子案 你隨便打一條進去 國防部軍組織條例 總統馬英九 行政院長江儀化 這都是公開的齁 只是台灣人民看不懂而已 一個正常的國家 一定需要很多的法規跟法條 然後還有很多的政策 他把這些都廢止之後代表什麼 他沒有要灌啊 沒有需要了 所以政治台灣創造的是什麼 一連串的假象 這個島有沒有看過 建設藍圖 它是哪裡 平坦島 有漂亮嗎 有漂亮嗎 準備要蓋得很漂亮喔 綠能 科技 結果大家知道嗎 平坦島啊 它原本是 兩三年前是一個很落後的小漁村 小漁村呢 在兩三年期間要蓋得很 科技大國 拿的是誰的錢 台灣人 台灣人 各位的納稅錢 辛苦的納稅錢 去建他的什麼 他要撤退的家鄉 蓋台灣啊 沒錢就去馬路 嘟嘟嘟嘟 蓋他自己的家鄉喔 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全部喔 都是綠能 科技 有貴魂啦 貴魂 結果這一個呢 平坦島建設 我爸爸喔 他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當時呢 他不是很相信民政府 我跟他看到這一則新聞 在報的時候 我就問我爸爸一句話 請問啊 台灣人啊 為什麼可以去 中國大陸當官 有沒有很奇怪 我爸爸怎麼回答我 他說喔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了 怎麼知道 他有辦身分證了 他也覺得很奇怪 他是一個 對政治很了解的人喔 他都無法回答我這個問題 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台灣人怎麼可以去到 中國當官呢 根本是兩馬子的事情喔 所以大家看新聞以後 會不會看 要懂得看喔 中華民國要撤退了喔 這個啊 70年來台灣人 如何生活在政治煉獄 越南大暴動 大家有看過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他沒有辦法保護你們 他只有辦法 發一個貼紙告訴你 我是台灣人 你不能把我打 這樣啦 越南大暴動 然後這個呢 是太陽花學運 有沒有看到學生 被沖倒在地上 我們有一起喔 太陽花學運的學生來上課 我就問他 你那個時候 為什麼要去抗議 福茂 反福茂 反ECFA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去抗議 愛台灣 喔 很好 你有沒有看過 福茂的條款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去抗議 愛台灣 好 愛台灣 你知道 福茂啊 跟ECFA的條文裡面 從頭到尾沒有寫到台灣兩個字 蛤 是喔 你都沒有看過 你來去抗議 因為愛台灣 愛台灣 那些學生很盲目的 怎樣 愛台灣 福茂跟ECFA 是中華民國 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所簽的國共和解案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我們的學生還去抗議 然後還被衝倒在地上 有可能嗎 有可能 有沒有盲目 台灣人很盲目齁 所以呢 你要知道 2015年是台灣的重要的政治年 今年我們即將執政 秘書長有講 今年各位同心進來的 都是什麼 上輩子 丁希朗有收好運 有保備有拜拜 台灣民政府成立這麼多年 努力的同心非常的多 但是各位幾個月之後 你即將見證台灣歷史的轉變 這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喔 這個是日本的下水道有漂亮嗎 如果台灣民政府執政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這樣 好不好 你這樣走在馬路上 你這樣騎車就不會補兜啊 回到褲子就不會補兜啊 是不是 所以 人孔蓋是不是可以設置在人行道上 日本人有沒有很乾淨 非常乾淨喔 空氣清新 也乾淨 沒有垃圾 因此啊 要不要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貪污唯一 死刑 如果今天啊 在你一輩子當中 有一點點的機會 能夠為這個社會做一點貢獻的事情 你要不要把握 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有沒有信心 加油 謝謝